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微信政府的领导下 双边关系更加紧密 台湾跟印尼不管在商业 贸易 农业 教育 劳工 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 那很多的数据都反映 其实台印尼关系有更大增长的空间 而且我们相信在九国五与政府的领导之下 台印尼之间能够有更密切的合作 我们也会跟新政府有更多合作的磋商 叶卑比指出 台湾位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中心点 希望能多参与东南亚各层面交流 并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F的协商 国庆酒会灌溉云集 旅居印尼多年的资深艺人白嘉丽也现身 吸引此多侨胞争相与他合照 人气满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 我衷心地祝愿我们的国家 国泰民安 国富民强 同时我也祝福所有观众朋友们 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为了庆祝国庆日 代表处将酒会现场布置得喜气洋洋 除了有台北101冰雕 超大特制蛋糕也十分应景 酒会最后叶菲比和白嘉丽等人 共同切下蛋糕 为中华民国103岁生日 送上真挚的祝福